苍蓝城环保协会内,冲天的深渊气息,几乎是第一时间引得各方震动。 这里是环保协会,是进化者的乐园,忽然出现如此磅薄的深渊气息,直接让不少进化师放下手中的工作,看向了波动方向,露出凝重表情。 陌生的神级深渊气息,是谁? 环保协会的会长是,一个穿着白色类旗袍装的美妇人,看向了阿道夫大师的工作地点。 在环保协会内,不是没有人契约深渊宠兽,也不是不存在神级深渊宠兽,只不过,每一只,都是登记在册,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。 可是这一次,鸭鸭在一族的刺激下,所爆发的邪神之铜和深渊之心共鸣产生的深渊气息,完全是陌生至极,而且,邪神之铜高质量的深渊之力,让那些上过深渊战场的环保猎人,就感觉是有超神深渊生命压制力量降临环保协会一般。 几乎没有犹豫,包括环保协会苍蓝分会的会长在内的众多神级进化师,纷纷前往降临压压的考核地点。 随即,就看到了让他们颇为惊疑的一幕,阿道夫大师惊呆在原地,阿道夫大师的徒弟和他的一族宠兽,近乎昏厥的艰难支撑在原地。 而现场,此时根本没有什么深渊宠兽,有的只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,以及一只手持金刚符魔杵,充满金色神圣光芒的暗蓝色鸭子。 鸭,此时此刻,鸭鸭也注意到了周围来了不少弥漫神级进化之力的强大生命,不由地咽了口口水。 鸭鸭也微微沉默,看来,鸭鸭对于深渊力量控制,还是不太行,对方一刺激,就直接差点暴走,这还只是半神级的一族生命。 不过,这也跟鸭鸭主动承受有关,如果鸭鸭直接用波动世界配合金刚符魔杵,对方的毒花粉,根本接触不了鸭鸭。 会长,当下,阿道夫大师,也注意到了猛然降临在此地的十几个神级进化师,其中,他看向了为首的美妇人,立刻清楚了对方都是被刚才那鸭子的深渊波动吸引而来的。 主要是他也着实没想到,一只半神级的深渊宠兽,能爆发出那么浑厚的深渊威慑,不然,一定能把考核动静控制在这一建筑区域。 阿道夫大师,这里是怎么回事? 苍蓝环保协会会长新南看向这狼界的别院,询问道。 是啊,阿道夫大师,刚才的波动,怎么回事,是从你这里传出去的吧? 环保协会的其他高层同僚,也向阿道夫大师询问道。 这,阿道夫大师的徒弟夏之春,此时一边安抚被反噬的一族伙伴,一边狂咽口水。 很想告诉现场的诸多前辈,刚才的恐怖深渊波动,是那只现在看起来神圣无比的半神级鸭子释放出来的,虽然离谱,但就是事实。 各位前辈,十分抱歉,刚才的气息,是我们不小心弄出来的。 时宇开口道。 鸭,抱歉抱歉,鸭鸭也挥着伏魔楚道,打扰了。 众人疑惑的表情下,阿道夫大师道,是这样没错,我在给这个年轻人进行深渊宠兽的考核,只是没想到,这只深渊鸭体内的深渊之力,如此浑厚庞大。 深渊考核。 新南会长不理解的看着石宇和鸭鸭,其他神级进化师,也猛逼的看着这只鸭子,此时,金刚浮魔楚和波动世界心眼同开,鸭鸭身上的进化之力,璀璨无比,如此强烈的进化波动,即使放眼苍蓝环保协会的半神级进化生命中,也足以名列前茅。 所以确定他们,是来参加深渊宠兽的考核,而不是来参加进入环保协会的考核的吗? 嗯,刚才的深渊之力,的确是从这只深渊鸭身上爆发而出的,而且,这只深渊鸭,还掌握相当强大的进化力量,可以随心所欲地将深渊力量压制下去。 阿道夫大师牙腾道,我也是头一回见到这样的奇怪生命。 同修进化之力和深渊之力的生命,它不敢说不存在,但是,可以确认,绝对少之又少,这条路,绝对艰难无比,这两股力量,它根本就是冲突的啊。 眼前这个年轻人,是怎么让这只鸭子的深渊之力和进化之力都达到如此强横的地步的? 年轻人。此时,新男会长看向了石宇和鸭鸭,开口道,你们可以再展现一下刚才的深渊形态吗? 好。石宇看向了鸭鸭。鸭,下一刻,鸭鸭点了点头,重新闭上了金色的眼瞳,在众多神级进化师的注视下,紧接着,她再次睁开眼睛。 鸭神之鸭,开。轰然一声,蕴含进化之力的心灵血照之眼,直接变成了有着V型图案的暗红鸭神之鸭,伴随砰砰砰的心跳之声,鸭鸭身上的金蓝色波动,也瞬间被潮水一般的黑色波动渲染,就如同泼墨的画一般,魔力丛生。 吼,鸭鸭的咆哮下,深渊波动冲天而起,乱无九天,她体外那无限蔓延的深渊波动,顷刻让这座别院内的进化灵直枯萎,让空气哀嚎,让天穷色变。 恐怖的深渊气息向着四面八方横扫而去时,刚刚被夏之春唤醒的一族蘑菇,再次瞳孔猛震,受到惊吓,重新昏了过去。 周围的神级进化师们,以及他们掌握神级进化之力的搭档,感受到这股质量极高的深渊之力,也是下意识地互助自身,凝聚进化波动干扰深渊之力的影响,然后露出匪夷所思的表情。 他们看着这只暗蓝巨鸭,表情难以置信。 之前的深渊之力,竟真是这只掌握强大进化之力的鸭子展现的。 而且,此时看着这只半神级鸭子,爆发着媲美神级的深渊波动,却依然冷静清醒,让这些神级进化师,生出一种离谱的感觉。 阿道夫大师,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? 新南会长忍不住问道。 很难想象,这样离谱的组合,会出现在他们苍蓝分会。 阿道夫大师道,他叫石宇,来自二级界域玄空界域,是最近一个月才来到界王星的。 据他所说,他的母星,曾在非常久远的年代,被超神级深渊生命入侵过,并打了胜仗。 众多神级进化师露出惊奇的表情,什么,被超神级深渊族入侵,还成功赢了。 不过,虽然驱逐了敌人,但是那个深渊邪神,却残留下一颗眼珠,作为深渊传承,继续为获那颗星球。 这只深渊鸭,就是遭遇了深渊之力感染,变异成深渊生命的当地本土超凡生命。 同时,老夫也觉得不理解的是,他们说,最终,他们找到了那颗邪神之眼,而且,进化并吸收成功,所以,才能拥有这样强大的深渊力量的。 什么,阿道夫大师华洛,周围众多神级进化师,再次一经,成功进化超神级邪神之眼。 这怎么可能?你说你,来自哪里? 新南会长吃惊之余,再次问石宇。石宇道,悬空戒狱?悬空戒狱,听到这个戒狱名字,众多神级进化师感觉有些耳熟。 新南会长沉吟片刻后,道,你们戒狱的戒主,可是曾经在虚空战场成功跃及猎杀超神生命的那个。 是的。石宇道,我和戒主大人是同乡,最近刚被他老人家接到戒王星, 就是他让我来环保协会登记下深渊宠兽的身份证明的。 石宇话落,周围众多神级进化师一愣,然后交头接耳,悬空戒狱,怪不得听起来那么耳熟。 几十年前,有一场战役,以戒王星一方超神生命被杀而告终,不过敌营超神生命,也是元气大损,虚弱无比,本来随着超神生命陨落,这块战场的局势已经定性。 但谁也没想到,有两个不要命的神级御寿师,深入敌营,成功猎杀了那尊虚弱的超神生命,逆转了这块战场的局势。 其中一个人,就是空帝,另外一个,则是被空帝拉着一起去战场的临风。 两人也是一高人胆大,直接盯上了虚弱的超神生命,想看看能不能爆出超脱之缘。 众人没想到,时宇竟然和那个亡空戒主来自同一个星球。 原来如此,新南会长看向了又重新压制深渊气息的深渊鸭,以及肩膀还挂着一只黑白熊族的食语,道,阿道夫大师,既然他的深渊宠兽可以掌控超越自身等级的深渊之力也不会迷失,那他的考核就通过了吧。 接下来,只需在和玄空戒狱那边确认一下,就可以帮他完成身份认证了。 是,阿道夫大师点头道,当下,众多神级进化师,依然惊奇地打亮着鸭鸭。 所以所谓的邪神之眼,估计是玄空戒狱的戒主,帮助这个年轻人进化的吧? 他们也只能想到这种可能了,虽然他们觉得空地本人也没有那个进化超神级邪神之眼的能力,但是,这样一个可以越级猎杀超神生命的戒主,人脉,敌运绝对丰厚, 找到进化邪神之眼的方法,也不是没可能。 而能被玄空戒狱的戒主如此培养,这个食语,肯定也是对方非常看好的天才了。 嗯,以这只深渊鸭的实力,的确如此。 他们感觉,这只深渊鸭,绝对有着打进风神战前一零零零零的水平,如果玉兽师也一样优秀,掌握神级强化能力,双方配合得好,说不定有能力冲击前摆。 这样的水平,对于一个二级戒狱来说,不培养才怪,就算放在一级戒狱,都是难得的天才了。 如今,阿道夫大师的徒弟夏之春表情复杂,他是最直观体验到鸭鸭强大的人,他的一组伙伴,绝对不弱,结果,却被同级一道深渊威慑震晕晕过去,这根本难以想象。 如果不是提前知道食语的等级,他绝对会认为那只鸭子是神级。 这个玄空界域的御寿师,真是怪物。谢谢会长大人,谢谢阿道夫大师。 与此同时,食语听到考核顺利,马上可以帮鸭鸭登记身份,不由地露出笑容。 登记完成后,就可以派出鸭鸭战斗不用担心什么影响了,好耶。 坐等鸭鸭在封神战乱杀,深渊邪神的眼睛都给鸭鸭了,要打不过一堆半神,鸭鸭就退群吧。 对了,食语忽然道,那个各位大师,我还想加入环保协会。 环保协会是借王兴最大的进化类资源购买平台,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合法购买深渊系资源的渠道,更是可以通过环保协会,上深渊战场。 食语觉得,如果日和要和素素在星空大展拳脚,加入环保协会,是不可避免的选择。 嗯?你想加入环保协会吗? 新南会长露出笑容,看向了深渊鸭,这只鸭子,虽然是深渊宠兽,但是却是深渊之力和进化之力同修。 只要掌握进化技能,就能加入环保协会,食语不仅符合标准,而且远远超出,这样的天才,能加入到他们苍蓝分会,也算是一件好事了。 嗯?食语点了点头道,我听说成为环保协会的环保猎人可以上深渊战场,我的母亲曾被深渊族入侵,我因此遭遇了不少苦难,就连我的契约伙伴,都被感染成为了深渊族,受到了不少折磨。 当一个环保猎人,反击深渊族,是我从小的梦想。 鸭鸭,疑,有吗?她怎么记得,她是自己主动接收深渊之力的。 食语给鸭鸭头去目光,很正常,食语纯粹是想多个梦想,淡定。 好,不错,新男会长眼前一亮,竟然是有一想上深渊战场的天才。 那就更难得了。要知道,和暗王军团交战的战场,极为危险,就算是环保协会的成员,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战场厮杀。 一般那些肯去战场厮杀的环保协会成员,有着别于进化师的另外一个称呼,环保猎人。 食语有意前往战场,那就更值得吸纳了,各个环保协会都缺少这样的有志之士。 年轻人不错,勇气可嘉。周围的神级进化大师们,也笑着点了点头。 好,阿道夫大师,麻烦你再安排一下他的入会事宜。 新男会长道,加入环保协会后,你就可以以进化师自称了,会颁发给你进化师执照,而且根据进化能力的不同,会安排不同的福利待遇给你。 食语对吧,你的深渊压的进化水平,你大概可以成为一星进化师。 考核的话,就免去吧。 食语的深渊压,连那种级别的深渊之力都能压制,成为一星进化师,在新男会长看来,绰绰有余。 在环保协会,拿深渊之力举例,可以进化霸主级的深渊之力,可以称为见习进化师。 可进化半神级的深渊之力,可称一星进化师。 可进化神级深渊之力,可称二星进化师。 最高的,是三星进化师,可进化超神级的深渊之力。 一般,这个等级,只有精通进化的超神生命,以及虽是神级,但配合种族天赋,御寿师的能力,以及各种手段的神级巅峰进化生命才可以达到。 各大一级介域的环保协会分会长,基本要求,就是三星进化师。 那个,会长。 此时,新男会长说完,时语小声道。 一星进化师。 这福利待遇得多差。 他加入环保协会,可不是奔着一星级的待遇来的,而是三星级。 要不然,还是考核一下吧。 我想参加三星进化师的考核。 时语开口道。 你说啥? 阿道夫大师一愣。 新男会长本来都想走了,但文言脚步立刻一顿,回头看向了时语,道。 你刚才说,你想参加三星进化师的考核。 时语话落,现场的进化师们,都哑口无言,时语不远处的夏之春,更瞪大眼睛,怀疑自己耳朵,是不是出现了什么毛病。 你知道,三星进化师,代表着什么吗? 新男会长嘴角抽搐问。 你的深渊压掌握的进化之力,要说勉强尝试一下二星进化师的考核,也不是不可能。 但三星,要求有着进化超神级深渊之力的能力。 时语点了点头,道,我清楚,来考核之前,我有做了充分调查,我觉得,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,那个超神级的邪神之眼,就是我们自己进化的,所以,我还是想尝试一下。 新男会长。 阿道夫大师等神级进化师。 哈,时语刚才说啥,超神级的邪神之眼,是他们自己进化的。 难道不是玄空借助,托关系找熟人进化的吗? 不可能。 中年美副新男会长,斩钉截铁地盯着时语,道,想进化超神级的深渊之力,就算借助各种有力条件,最起码,也得有着顶级神经的实力。 你才是九级,他才是半神级,光凭这样,就想进化超神级深渊之力。 和时语差不多同年龄段的夏之春,也是一副离谱的表情看着时语,如果说,时语说要考核二星进化师,那他还会觉得时语厉害,佩服一下,但是,三星进化师,怎么听,都像是白日做梦。 整个苍蓝环保协会,也就只有新男会长一个三星进化师啊。 不是这只鸭子,时语道,我还有另外一只宠兽,专修进化之力。 就是他,进化的鞋神之眼,哎,总之试试看就行了。 说完,时语直接召唤出了如今星空史莱姆模样的素素,篮球大小的素素的出现,直接让所有人一阵错愕,觉得离谱。 这个人,契约的宠兽倒是挺多的,只不过,时语口中的,可以进化超神级深渊之力的宠兽,就是这样一个家伙。 这个,看起来怎么跟史莱姆那么像?史莱姆这种宠兽,并不稀奇,在各大星球,都是主流的低级元素类生命。 鸭,素素大姐头可厉害了,我的进化能力,便全是他教的,此时,金刚鸭在旁边吹捧起素素,他的话,直接让在场的进化师傻眼。 他们没听错吧,这只鸭子的进化之力,是这个史莱姆教的。 开什么玩笑,这也行。 这是一块侵染了允足辐射的矿石,你们要真有说的那么厉害,就进化它看看。 此时,星南会长沉默后,直接从空间装备中,取出一块矿石。 高,宽有一米的巨大黑色岩石出现在了现场,它上面弥漫着暴虐的辐射波动,不断辐射着周围的环境,给时雨的感觉,和陨暗的力量波动倒是挺类似。 此时,这块矿石被拿出,众多进化师眼睛一眯,看出了这是一块被神级的陨族生命污染过的矿石。 虽然和超神级深渊之力比不了,但即使是他们,想进化干净,也得费上一番功夫,进化时间几分钟到几个小时不等。 好,与此同时,时雨点了点头。 您,此时,随着星南会长拿出这块矿石,速速也干净十足了。 就在众人,打算看看时雨是不是在说大话时,速速直接一扭头,星海契约和本源波动的结合之下,它所示的石头上,直接弥漫起淡淡的蓝色波纹。 几乎只是几秒,在所有进化师难以置信,张大嘴巴的情况下,矿石退去辐射,退去黑暗之色,变成了一块金光闪耀的神级金属矿石。 不到十秒,进化成功。 这一幕,别说是这些二星进化师了,就连星南会长本人,都愣在了原地,一阵傻眼。 至于阿道夫大师的徒弟,更是一副见了鬼的表情,怀疑自己是不是和宠兽一样晕了还没醒。 这怎么可能,不少人惊呼起来。 什么玩意,怎么可能,刚才发生了什么,他们和见鬼一样看着风轻云淡的星空史莱姆。 星南会长也是呼吸急促,一阵匪夷所思,他又拿出一个被神级一族之力污染的花类资源,速速二话没说,继续本源波动进化。 这一次,一分钟不到,灰紫色的花瓣,直接被进化成为了粉红色,颜色鲜艳无比,充满生命波动,污染源全无。 您,还有吗,全都可以进化,速速跃跃欲试。 进化这些,星海契约都没反噬,好耶。 这一回,不仅是星南会长了,各个二星进化师,也纷纷拿出自己正在进化的资源,速速随意看了过去,十几件东西,他同时进化,丝毫不费力气一般,只用了一分钟不到,全部进化干净。 这一刻,所有进化师,被震撼得无以复加。 他是什么种族? 星南会长震惊问,他是我们母星的海洋众生,希望进化深渊的信仰之力凝聚诞生的小精灵。 时宇道,嗯,不过到了星空这边后,又进化了一次。 他话落,所有人表情一僵。 进化心灵,绝对是进化心灵,阿道夫大师猛然开口道。 你们,跟我来。 此时,星南会长表情震惊,直接上前,拉着石宇,就往一个地方走去。 石宇,速速,十一错愕,压压小跑起来跟上。 在场的进化师们,都意识到了什么,纷纷跟去。 石宇原本还错愕,不过很快,他明白了过来,对方把他带来了什么地方,这是一个特殊的建筑,建筑内,存放着一块被超神级深渊。 深渊之力污染的黑珍珠。 你们,进化这个试试看。 星南会长打开建筑的封印后,看向了屋内弥漫的深渊波动,对着石宇和速速道。 好,石宇虽然感觉这个黑珍珠上的深渊之力,比邪神之眼还浓郁,速速可能需要进化个几天,但是,他们现在,只需要证明,速速是确实可以进化超神级深渊之力就可以了。 这个珍珠,在场进化师们都不陌生,每个环保协会分会,每年都有固定的任务,比如进化多少被污染的资源,其中,进化被超神级污染之力污染的资源,也是其中一个任务指标。 这个黑珍珠,就是今年苍蓝环保协会的进化任务之一,是星南会长需要进化的东西。 即使是星南会长,估计也得艰难进化一段时间。 然而,此时,在所有人目瞪口呆的表情下,随着这个星空史莱姆宁了一声,庞大的波动力量,从它身上绽放,一瞬间,星空颜色的波动,直接将珍珠上的深渊之力压制了下去,并且, 所有进化师都可以感受到,珍珠上面的深渊之力,正在慢慢被消除,虽然速度不快,不如之前,但是,真的是在慢慢消失。 超神级深渊之力没能反污染进化波动,反而,是被进化波动压制的无力反抗。 如此离谱的画面,很难让在场的进化师相信,这是一个半神级生命能做到的。 不可能,就算是进化心灵,也不可能在半神级进化超神级深渊之力,听到刚才老师言语的夏之春,猛烈摇着头的看着这一景象。 的确,单纯的进化心灵不可能,但是,如果这个进化心灵,还掌握着蕴含顶级规则的进化神技呢? 星南会长道,进化心灵一族,强在可以自由调动星空力量强化进化类招式,它们的种族能力,是无限调动星空力量,但是,进化手段,却是不相同的,积木水火土光风精神时间等等各系都有可能。 所以,就算同为进化心灵,也有强弱之分,而使与契约这个,能掌握这么强的进化之力,能无视消耗,毫无疑问,绝对是和星空签订了契约。 但即使如此,越级进化神级污染源,也应该就是极限。 可是眼前,没有经过预售师的辅助,就能较轻松的进化超神级污染源,除了星空契约加顶级进化神级的组合,它们想不出来第二种。 星南会长瞳孔地震,感觉自己发现了西式珍宝。 这个,进化这个,可能需要几天,我们这样,也应该算是符合三星进化师的标准了吧。 石宇挠了挠头道。 在场的进化师们,哑口无言,何止符合,这个能力,就算去担任一个一级介域的环保协会分会长都可以了。 你刚才说了,你要加入我们苍蓝环保协会是吧? 苍蓝环保协会的会长,一把按住石宇的肩膀,美颜下的红唇激动道,小家伙,可要说话算话,从今天起,你就是我们苍蓝环保协会的副会长了。 夏之春。 石宇,速速,呀呀。 卧槽,刚加入环保协会,就当上了分会副会长,这么刺激吗? 你们可能不知道你们这个能力代表什么,但是,请相信,加入环保协会,绝对是你们最佳的选择,接下来,我会为你们安排住处,你们先在环保协会住下,就把这里,当作自己的家。 新南会长一脸温柔道,旁边的净化师们,从没注意到过,自家会长还有这么和蔼的一面。 不过,他们此时,也心灵震动,十分清楚,掌握顶级净化规则神迹的净海心灵出现,对于环保协会意味着什么? 百年后,说不定,又是一尊精通净化之力的超神存在。 当下,时宇和速速,呀呀,十一他们,内心沉默地交流了一下,看吧,加入环保协会,抱上官方大腿,果然是最佳选择。 这才刚来到陌生地方,就秒速上任环保协会会长了,地位说不定都不逊色空地,临风前辈了。 当日,借王城,环保协会总部,这边自从上次捕捉到净化心灵的诞生踪迹后,立刻就开始布置起寻找工作,甚至找来了精通预知的时间系神灵。 不过,这边没想到,根本还没开始大动干戈的寻找,分会那边,就已经先一步传来净化心灵的消息。 时宇和速速,呀呀的信息,立刻从苍蓝分会,传到了总部一位超神级大人物的耳中。 玄空界域,天空城。 空地本来在日常修炼,不过,随着一阵异动,他拿出了自己的戒主令,陷入了沉思中。 戒主令,除了是身份的象征,也可以看作借王兴官方势力联系各大戒域戒主的通讯装置,一般来说,只有身为官方机构的超神强者,才有权限直接通过戒主令联系各大戒主。 此时,空地比较疑惑,想不出有什么人,会通过戒主令联系自己。 下一刻,空地激活戒主令,对面,直接传出一道清冷的声音。 玄空界域戒主,我是界王城环保协会副会长,兵灵,时宇,是你玄空界域的人吧。 呃,听到这个声音,空地王空心中差点咯噔一下,又差点眼前一黑,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,时宇这小子,去给深渊宠兽登记个身份证,怎么离谱的让超神级御寿师找上他来了。 感谢观看